锐节快线 五日通达 锐节快线 五日通达 大家好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我们继续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的商业生机 最近这一年除了欧洲除了美国 我们在做了很多关于这个跨 这个百国计划 那百国计划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站点是日本 很长时间里面每次我们讲到日本市场 大家都会想到日本亚马逊 讲到日本乐天 讲到日本拉虎 讲到自作汤 但事实上在日本 它有很丰富的 非常完善的线下体系 而且日本整一个的经济 尤其消费习惯 在这个疫情一年多以后 他们的整个消费习惯 已经开始从线上线下 甚至说线上线下 互相的互拥互通 有人说天猫的老祖宗是谁 天猫的老师傅 其实就是日本的乐天 但同时 我们也很清楚看到 除了大规模的日本亚马逊 在线上去做以外 包括日本乐天 开始去降低深资 去接受更多的中国的商家 而同时 我们又看到了 包括像我们之前采访的 日本乐天的 包括日本的本地商家 还有更多日本的朋友 他们不约而同的 跟我提到一点说 在日本 必须要去做本土化 你才可能做好线上 甚至说 对他们甚至提醒我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说 在日本 其实更大的市场 是在线下 那今天呢 我们就联系了 人在日本的 Linkhood的创始人 Jeff来跟我们聊一聊 关于他所理解的 几个问题 尤其是那个叫 我新疆特别生 他讲的 要做好日本市场 先做活着傻子 我特别好意思 想看看他怎么说 Hello Jeff 听到吗 听到 大家好 我是Jeff OK 这个Jeff的这个 没见 小年了 小一年了 我们小一年没见了 上次在上海见 对 上次在上海 这个身形越发的 富贵拥有了 我来了日本之后 我发现这边的食物 特别好吃 尤其是甜品 蛋糕特别好吃 你在上海那会儿 是多重 现在在日本多重 那会儿呢 188 现在大概差不多196 我的地呢 看来日本的这个食物 你是很喜欢 你现在日本在东京 还是大阪 还是神货 其实是这样 我的公司呢 当现在是注册地 是在次城 次城的水 是一个辅助的城市 然后我们在那个东京的话 会有一个营业部 一个支店 来专门负责销售 然后我自己住 是住在河滨 哎呦我的天 你这个是 都是在东京这边 你这个 这个叫 这个半径几百公里的 这个工作范围啊 是 对 每天要从河滨到东京 然后东京到河滨嘛 但其实也怪 正常的话 单程的话 就四十分钟 五十三分钟 都上来 上来 大家知道为什么 我那么好奇 问这个 Jeff他的这个通勤时间 跟工作时间吗 大家注意听到 它三个地方 其实是相隔 大概三十四公里的 而在日本的 整一个的本土的 末端配送 其实也很成熟了 无论交通 公共交通 还是说这个 物流配送 其实很成熟了 那其实很多 很陌生的说 哎 阿米 你之前采访过 一些日本的卖家 也采访过 日本的平台 为什么采访一个 我们之前没听过的 Jeff 看样子 Jeff应该是 讲中国讲的很好 应该也是在 是中国人 没错 Jeff是中国人 但是他本身在 日本这块市场 已经做了非常长 Jeff 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呗 好 没问题 其实我觉得 在日本市场来说的话 算是一个老兵 但也不能算是 最早做的一批 大概算是第二批吧 我最早接触 日本这块的话 是2013年 那个时候 通过一个朋友 这边的关系的话 我接触到了当时有的一个 叫中日快线的物流 然后 那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兄弟 大家在一起玩 然后 比如说年轻人 那个时候缺钱 搞点钱 拿力赚点钱 那个时候 他就引进了我 去做日本点商 那个时候 还是非常早的时候 各个平台 也没有像现在 这么规范 或者说卖家 也没有这么多 相当于说 钱就比较好挣 你说那个时候 开始算是 真正接触日本点商的第一次 然后 我自己成立公司的话 是2017年 2017年 在成立日本公司 来正式的 全面进出的市场 然后刚开始进出 日本市场的时候 我还是以现场为主 因为这个东西 操作起来最方便 对不对 然后 但是 后来我发现 因为我做的主要是品牌 我们自己做的品牌 像现在 在法国的法国大使 DLC 包括香蓝高的香包 包括前一阵区 每年底千人的 小米九十分的香包 都在一些很大品牌 那我们在 和这些大的品牌 接触多数过程当中 发现 他们对一个国家的市场 来说的话 他们不会仅限于 希望在现场 他们是希望全渠道的 就不适合 进入当地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那然后 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我们在 2019年的时候 开始设立了 东京的销售 这个销售部的作用 其实并不是 在线上的销售 而是在线下的销售 线下客户的开发 包括实体店 包括精品店 包括卖场 包括油股 包括电视客户 所有的区道 在我们的区道 都设计 好 这就是我的一个 什么介绍 我刚刚注意到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一个时间节点 你其实是很早 几乎是 差不多十年前 就开始做中日的 这个双向的贸易 但是你在17年才开始去做 对 但是你是在17年才自己建立自己公司 然后5年时间内 4年时间 4年时间 你就拿下日本 这个 这个法国道 全球第三大的 商包的 日本的 这个 最重要的一个本地的伙伴 还有像乐高的商包 包括小米 90分的商包 我很好奇 你刚刚讲到一个话题说 这些品牌商 他们不仅做线上 他们还做线下 甚至说做全其道 其实我们很多的卖家都会问第一个问题 包括有问我 也会问你 Jeff 我是个亚马逊卖家 我是个亚马逊精品卖家 我是个亚马逊独立战友出卖家 或者说我是个工厂卖家 我是个国内电商卖家 我为什么要去 我先连日本亚马逊都没做好 或者说我连 我刚刚才算及格 那天我才刚刚搞了个小店铺 但是也是通过代理啊 或者干嘛 所以没起来 我为什么现在开始那么快要去考虑 在做多渠道的本土的 这个中国老话说 我都还没学会走 你就让我跑 你在干嘛 你 为什么会你希望大家说 在这个时候要去做多渠道的 是因为 Dense给你大家的信心 是为乐高给你大家的信心 是为小米给你大家的信心 还是说你本身在什么信心 我记得你有一句话是这么跟我说 就是你要做好日本市场 要学会做傻子 这句话怎么理解 我把你这个问题分开去说 就是说 为什么我觉得现在的一些跨境的买家 他做独立站也好 还是做养讯也好 还是那些就是说 做别的各种各样的平台也好 对不对 跨境的这些买家 为什么要去考虑 做一些品牌 尤其是产品性的 产品性的这样来讲 因为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说 虽然说现在亚马逊在美国 在包括说在日本 在各个地方 或者说独立站也 是能产生很大的销售 但是 早上的每个产品 它都是生日周期的 它有高防务 但是 我觉得现在的跨境电商 大多数如果来形容的话 就是在国外也设立了一个柜台 通过跟别的柜台的价格比较 然后各方面 让客人 流浪的客人来买我这边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 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万一每一天 线上出现问题了 或者说 远远的销售渠道 没有了 或者说 更强的竞争者进来了 你在没有线上渠道的时候 那你怎么样 怎么样让你这个品牌 能够留在当地消费者的心中 因为出海不单单是在当地去卖货 品牌出海是应该要把整个品牌 在当地市场形成一定的知名度 在哪怕你损失任何一个渠道的情况下 你也能正常的销售 让它的生命力更强 这我觉得是做品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是 像跨境电商这样的发展 虽然我不是最早的 我从2013年看到现在 那个时候 2013年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 太多的那种亚马逊的中国卖家 后来跨境的这个行业 从刚开始大家做亚马逊 到现在大家想去做一个独立战 独立战要特别后 再下一步的发展是 再下一步的发展 就是大家要去做好自己的品牌 大家的渠道要更立体化 大家不可能被任何一个渠道去防死 其实国外的渠道 前面第二个说到的就是说 在日本为什么要去多渠道发展 因为之前你也说过 就是说日本它的那个 线上的这个消费的占比 虽然说之前不是很高 但是今年2020年 因为疫情的情况下 它变高了 这个变高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一是大家出行不方便 二是日本现在 之前可能一些大型的百货商店 他们主要的一些 就是说销售的推广 和生活促进是针对线下的 那因为疫情的原因 导致它的百货店也开不了 或者说营业时间缩了 它就把它这些销售的重点 无线商场 这个增长当中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 日本的那些大手的那些 或者知名的那些 连锁店或商场 他们的原有的会员客户 在网上销售的这样一个成绩 造成整体电商的一个商场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应该是分析两块 就是你刚刚提到一个点 就是为什么说我现在 无论是一个亚马逊卖家 或者独立商卖家 或者是品牌卖家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 去考虑去做这个多渠道的布局 一方面就是你自己提到的一个点 就是说时间是一个 时机是一个情况 就是现在一个增量市场 其实是原来在线下这一块 往上走的时候形象的习惯 但同时呢 线下的这个渠道 它一直有它自己 很独特的竞争力 那我特别特别 我回到刚刚你还没有 给我回答那个问题 你为什么会说 要做好日本市场 要首先作为傻子 我们在过去两年 我们是2018年 我们是从2018年开始 关注这个日本市场 两年多时间以来 有不同的人 也不断的跟我们去交流 好他们反复的提到一个词 就是说日本一定要做傻一点 但是他们傻的这个呢 可能是不一样 比如说有人说 我说日本亚马逊 我可能不能太 不能说直接把美国的 拿过来就算了 然后有人说了傻什么 就不要说 这个我这个listing 或者页面 或者客服 我随便翻译一下 就用谷歌翻译 丢上去就好了 有人说傻 就是说 反正我对日本市场 就一个多一人口嘛 我就反正随缘 能做这么的算求 你所理解的 做日本市场要傻 是指的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说 傻不是说不动的 而是因为我们中国人 对吧 五千年的历史 从上这么多年 大家都非常聪明 而且中国人做生意的话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 它有规则 那中国人是很快 很方便 在规则当中找到捷径 然后达成自己想要的目的 包括美国市场 可能也有这样的东西 因为在没有 就是说中国全球开店的时候 从来没有听说过 亚马逊 什么有 有什么什么 评测啊 然后干嘛干嘛 一些一系列的产品链 但是中国的卖家 只要一路绝 它所有的东西 这些紧便方法 它全部都会上 但 全部都会 全部都会出现 对不对 那个 但日本市场 我觉得日本市场 首先第一点 如果说 你用那些 因为它的制度非常规范 如果说 你用一些相对来说 一些 想去 钻漏洞啊 或者说是一些 快速能够致富 快速能够报单 快速能够增加利润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不长久的 第一是不长久的 在日本市场 你要做好这个市场的话 你一定要精工细做 一是研究好你的产品 二是研究好你的服务 对不对 然后如何把服务 跟当地的 他们所习惯的 这些服务相互合 第三 你要有一定的耐性 这个耐性是很重要的